第一个,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这个小呆萌 你觉得你自己是呆萌的人吗 嗯,自己评价不太呆萌吧 但是可能在他们的眼中就是 是很呆萌的,对不对 这个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呢,这个眼睛 水汪汪的大眼睛 这个粉丝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 谢谢 那这一张呢,这一张 这张 这个造型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这个造型还有 有一只小月兔在我的头顶 是 而且这个背景非常好看 是 而且呢,这个后面 加一个扇子 有一个扇子,对不对 哇 很用心 就是国风的感觉 而且呢,这个上面这个产品就是 我们的云中月桂的香芬的 还有个类质 有个类质 对 很细节 是 来,这个看一下 哇 嗯,看看 这个风格有点不一样,对不对 这个是感觉一整个在舞动的状态 你不觉得这个动作有点像你刚刚在摘 那个月亮那个动作,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粉丝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不好 好 这个发色不一样了 这个 这个整个就是一种氛围感 是 它其实像是一个从桂花从中偷偷偷偷 诶,这样偷偷偷偷偷 钻出来 钻出来的 的感觉 对,就是有一种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景做得也非常的漂亮 真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梦幻 有一种梦幻的氛围感 嗯,好 那还有最后两张 你们一起来看一下 哦 这有个小兔子,非常的可爱 嗯,这个小兔子 嗯,还有小桂花,小腮红 啥 哇 所以其实小羽的粉丝朋友们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而且画的也非常非常的好 对不对 每一张呢都精准的抓到了小羽的神韵 不知道你看完这些二次创作的作品 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会不会想起来当时拍TVC的一些感觉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说这个叫月桂图 月桂,对 哇,这么特别 嗯 月桂图 所以其实大家在创作的时候 就特别把这个月桂图放进去了 对不对 嗯 嗯,那其实呢 除了这几副作品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创意 非常非常 谢谢大家